全球抽台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排行榜 但是有一些排行榜 可是非常值得台湾人来参考的 因为跟我们台湾市场 其实是有一点贴近的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2022年最新的品牌可靠度的排名 哪些品牌可靠度高 哪些品牌可靠度低 还有什么样的车呢 你越开越赚钱 以及如果你想要买电动车的话 现在在全球目前限售的电动车当中 谁的续航力又是最强的呢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 美国JD Power也公布了 2022年最新的品牌可靠度的调查 没想到最值得信赖的 竟然是这个品牌 阿克你有没有想过会是它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其实它上面的这个数字的意义 我可以先解释一下 它这个譬如说到145 到这个192 平均值是192 平均192 对就代表说还有很多品牌 是在这个192之后 对那这个数字为什么 数字越低越排越前面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每100辆车 对 平均每100辆车所 就是发生了一些problem 就是所可能产生了故障 或是维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排名第一名的key 就是说它每100辆车之中发生了145个故障 就是车主所反映出来的故障反映现象 那这些故障包含什么呢 其实它有包含涵盖9个项目 那我简单来说就包含比如说 引擎系统 或是你的影音娱乐系统 或是你的车子什么 就是内装外观的一些 就是涵盖所有车 你只是大大小小 对你大灯不亮也算是故障 了解 或是你譬如说你要像这个 今年的Jelly Paul里面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项目 车主反映的 就是车上的这个Apple CarPlay 或Android Auto没办法连结 这个还蛮强容易发生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些车主 所反映最多的那个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排名好了 我们可以发现说 前面几名的排名 好像跟我们就是一般认识的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啊 因为呢其实在从去年 就过去十几年之间 其实排第一名的你知道是谁吗 是Lexus 对我也觉得 Lexus在就是2021年之前的 往前十年 他总共拿了九次的第一名 对因为台湾 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的状况 对台湾其实Lexus 其实对啊 就是受到这个消费者的评价 其实还蛮高的 对 那不过呢这个数据 它是就是统计美国市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美国当地的品牌 比如说你看第二名 这是别克 别克 对然后接下来像这个Doge 然后凯尼亚克 这些就是台湾 我们现在还买不到的品牌 那面前面几名呢 你看可以看到 第一名的Kia 第三名的Hyung Day 然后第四名的是Genesis 那这三个品牌呢 都是目前现代集团的 三个主要的品牌 对怎么韩系品牌 会排在这个冠军之手 对啊 不过这个我们也可以讲说 从去年开始其实韩系车 就是包含Kia跟Hyung Day 在美国就是他们的销售表象 表现大幅成长 那这个其实呢 也跟现在集团 他们在美国市场 其实也寄出了一个优惠 我们也知道说前几年 就因为疫情的影响 其实美国当地很多人失业嘛 所以说他们在 就是美国市场推出一个 就是如果说你买车 你失业了 那我把车就是收回来 然后钱可以退给你 这么好啊 对所以说 其实一样一连串的这个优惠的制度 所以说就是猝死了 大家很愿意买车 对大家很愿意买现代车 那其实这个表格呢 其实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看不到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 可以看到他把一些平价品牌 跟高级品牌都列在里面 全部混在一起 对可是呢 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就是平价品牌 可能一些入门的车 他车上的配备没那么多 对所以产生故障的几率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小 哦有道理 对那比较高价的品牌 像我们在这个表格里面 其实有看不到一些 在平均以后的高价品牌 对他的配备比较多 那是不是也代表说 他可能发生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那个品牌的车主 他本来就是比较 生性比较挑剔一点 没错 好谢谢阿克的分享 看完刚才2022年呢 JD Power所公布的 这个品牌的信赖度 大家会发现这几年来 韩国车真的是 产品的实力相当的精彩 而且我们也看到 在台湾近期 也看到了一款 来自于 Hyundai的Staria 这款商务型的车款 也相当受到瞩目 尤其是这外形非常科幻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形容韩国车 他就太空船 每一款韩国车在国内一推出来 就让我们眼睛一亮 想说为什么在这个急剧 为什么韩国车可以坐到这样子的地步 好我们说乘用车也就罢了 没想到韩国人在商务车 商务修旅车部分 他也做到让我们眼珠子都喷出来的感觉 为什么 你看看他才刚刚这个预展的 预售的这个Staria这款车型 他的前生是国内已经卖过的 叫Grand Star Rex 这款车子机场来回接送很多 民宿业都很喜欢用的这款商旅车 结果来到这个他的后继者Staria 一推出来之后马上拿来手机去看 这车子简直不是什么商务用途 应该是个休旅车 你光是看他的车头设计 他车身边那一道光 就是那一道光 让他看起来好像太空船 尤其他整个车身是浑原的设计 车子你看起来明明超过五米多 但是看起来就看起来 完全不像我们刚刚的那种 方方正正的线条很死板的 商务车那样子的感觉 这部车子一展出来 果然就让他觉得就是话题 为什么他铺成出来的车系编程 你看他从GLD ABC到上面 就还有CEO AB两款车型 总共就五个车型 然后有三个总座位 就是七座八座九座 让大家来选择 然后他的价位跨度 从150万到212万 这也是过去我们没有看过 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编程 然后像这个高阶车型 像我们CEOB这款车型 他甚至还用到NAPA的座椅 对 双天窗后面还是大天窗 雷吉皮喔 他的车的顶棚是雷吉皮 对 然后他前面两个座椅是全电动的 而且他们是说号称是 零重力的总裁座椅 他们今天把目标也锁定在 一千台四位柱的数字 你说这一款STARIA 他们希望年范目标是一级 对啊 你不要忘了 它是现在开始预售 可是可能要五月才能交车 正式上市是五月 对 三五月才能交车 所以这部车子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部车子它是有它的潜力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部车子 它是CEO 你看它的车头的水上头 还是玫瑰金 对 它的后视镜也是玫瑰金 连把手也是玫瑰金 后面的车牌是那个什么 也是玫瑰金 对 名牌 这个就是尊容套件 也只有在CEO的顶规才有 不是 CEO的A跟B都有 对 所以这样子的配置 你说这部车子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 很经验开在路上就会觉得很有存在感 是 商务气息少了很多啦 就是你即使是家庭来使用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一台商车 是 所以这部车子 你说它会不会对未来的家庭的这种 商务的修理车 或者是一些老板他需要接 他自己客户接送的这样车型 会造成有这种吸引力 当然是会有的 可是道伟哥 因为其实它实际上 它推出它希望主推是CEO款嘛 对 但是这个CEO款 它直接对上的是Toyota Alpha 你觉得它有胜算吗 或者是即使抢是它一半的市场 我觉得这种是 因为我们算是KIA 它不是也有款车型 对吧 Carnivor是不是也是像Chip车 也是大卖 也是照以它的这种空间的配置 做你的质感 那种头等舱的设计 就让消费者觉得说 为了这样子的价位 我就可以买到 可以满足我这样子的个人 或者客户 或者家人需求的车子 然后价位可能再低一点 也是可以 像Starware 其实它也是朝这样的角度 来进入这种市场 了解了